本節目主持及嘉賓內容與本台立場無關 出生成長衰老死亡是生命必經的階段 你擁有生命代不代表你了解生命呢 比起你更清楚你的一個旅程 生命探索 嗨 大家好 又來到逢星期三的生命探索 今天繼續有我Steven和大家見到的 新坡馬雅神婆Maggie又會 Hello 我們又會說說甚麼呢 Steven Sir今天 有你在這裏當然是說馬雅 但今天不只說馬雅 今天我們大堆頭 好像要復仇者聯盟一樣 因為我跟Maggie聊天 有些東西發覺原來不同的系統都是殊途同歸 所以我們今天玩過試陣 玩過Crossover 我們會講馬雅 今天我們會講Human Design 我們會講Gin Kiss 我們會講Arosomar 還有有一個好盞鬼買個關子 第二節先講的一部我新買回來的很好玩的玩具和儀器 不過Maggie 說真的 很搞笑 我剛才今天早上的時候看到你 不是說今天這個日子 是跟藍色的猴子有關 還是藍色的月亮有關 那今天其實是流年好不好日呢 昨晚就打風了 即是雜一看看 今天究竟流一看看 因為昨晚打風很簡單 就是因為我們的Hidden Power就是藍風暴 Hidden Power就是隱藏 它又不會太大鼓 因為它是隱藏 所以怎樣呢 都在拉車邊飛過我們 然後炒一隻9號風球給我們 OK 但是當時我們全人類都應該在睡 所以 有些人說睡不到 睡不到 都是壓力的 阿sir 你一會兒會講一下壓力的事情 可以 我們也是今天很好的 今天就是藍夜的主徒譚 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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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 簡單來說 就是我們直覺會知道自己有什麼 我們是否活在夢裏 我們是否應該醒呢 好像Matrix的Morpheus 給紅色丸和藍色丸 你究竟選醒還是不醒呢 希望今天大家聽完之後都會醒一醒 OK 我想問 我收到小道消息 Matrix 今年就好像20周年 我希望我自己有一個很喜歡的電影 但你剛才提到Morpheus這個夢神的角色 好像不演 我現在覺得他不演的話 不如不要看 真的不行 對 三缺一就好像有Neo和Trinity 但沒有Morpheus 他的靈魂 他是一個堅相信很多理念的人 他代表了理念 他代表了真理 他代表了真理 我們所謂的真理 Leo就是代表我們自己親身的主角 我們在做夢 突然之間有些方法令我們醒了 然後你又去選擇你醒還是不醒 主角當然選擇醒 醒了之後他又有些叫做Team Partner 他是有他的女朋友做Team Partner 幫他一起共修 共修狀舉 其實都很像現在我們 都很經典 雖然我們今天最主要不是說電影 說電影 我們穩集說 阿Sir 我覺得你像Morpheus 你問我 我挺代入這個角色的 你簡直是 你帶領者 這麼誇張 因為我不知道我自己喜歡Morpheus的角色 也不是說不喜歡Neo 但我認同你的說法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Neo 如果你讓我在電影中選擇的話 我都覺得Morpheus的角色不錯 有丸子吃 你一個醒的丸子和不醒的丸子 講開這件事好笑 我前幾天看到我有個Facebook的朋友 她的女兒在英國出生 就叫Maya Maya 即是說是一個Matrix 她來打破Matrix 剛好也是南馬套波符 這十三天都是南馬套 十三天都是南馬套 十三天都是南馬套 每一個波符 其實我們每個流日都是十三天組成 所以十三天是走一個圖騰 這十三天走的就是南馬套 而南馬套 剛好就是今年的領導圖騰 即是我們會有一班人領導我們打破虛幻 即是要我們醒 有些人會給我們紅色丸和藍色丸 我們吃的 基於自由意志者選擇 始終你會有一個這樣的人在你身邊 或者一堆人在你身邊 拿去選擇 但是南馬套是釋迦牟的圖騰 即是漢村幻相 沒錯 漢村幻相各樣東西都是有得解釋的 你現在是戴著VR眼鏡 我馬上邀請大家放下VR眼鏡 什麼時候放? 今年放就最好了 你另外想起佛家裏面 我聽過有一句說話 叫什麼? 大千世界三千 沒錯 就是manymany man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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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才有講過一些圖騰或波符 因為我不知道會不會有新觀眾 開始看我們的節目 可不可以展示一下 如果我們想拿回自己馬雅力法的圖騰 可以怎樣拿 方便大家聽得再緊構些 即是有一個代入感 對呀 因為猴子你們說什麼呢 Steven和Maggie 猴子在哪裏 哪一隻是猴子 我有沒有猴子 好 好 那我就讓大家展示一下 我們應該是怎樣去找 對呀 怎樣拿圖 Human Design可能有 Human Design應該大家都很熟 對呀 聽到就已經有了 沒錯 馬雅力法就不太熟 我們先去Google 然後就打Mayan 即是馬雅人 Dream Spell Dream Spell Dream Spell Starwood 即是星巾 嗯 然後就按進去 我們就按進去這個連結 我們就簡單了 譬如解釋 我們是 我當是香港 1997 7月1日 7月1日 出生的 我們是 這樣才算 原來香港就是 南風布 哦 聽說 我們看到這個圖騰組合 整組叫圖騰組合 我們必定一定要看我們的主圖騰 嗯 主圖騰就是你的特質 但是其實最重要一定是 右手邊這個U字形的 這個叫波符 的第一顆 就是你的Live Purpose 所以我們香港的第一顆 就是白毛絲 白毛絲 就真的要定靜 我們不要那麼stressful 我們也都要好像白鏡一樣 影照完內心有些什麼 處理完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在意識改變實相 即是我們用我們的集體意識 來去改變一些東西是可行的 這件事 我們需要學習的 那怎樣都好 你有了你的圖騰之後 你記得要看你的主圖騰 嗯 還有你的主圖騰是你 學習愛你怎樣感受愛 學習愛你擁有的特質 而波符第一顆就是你的功課 就是說你一般都沒有的 但是你需要學習的一般功課 學習完會怎樣 學習完就會吸引宇宙給資源你 那就很爽的 一定好運的 學習完之後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97 但是我看到有趣的東西 因為我記得 我不知道是你 還是蒙尼坦有說過 因為8月8日 我們那次不是做了一個籌款活動嗎 是啊 你知道了打頭陣 就是講占星 講human design 占星的符號 晚上我叫守美門的環節 我就跟蒙尼坦和Sandy 談過香港或者是今年的流年 又是南風暴 對呀 我們看吧 如果看今年的流年 就一定看2020 7月26號 一定連年都是7月26號 原因就是7月26號那天 天狼星 天狼星 因為馬雅人 13月2日 我們現在學這個 它背後的理念就是 天狼星人離地球 教識馬雅人關於時間的秘密 你不說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OK 所以我們說 如果看日一個人 是一個週期就是52年 52年是天狼星B 圍著天狼星A 那個週期 即是天狼星的週期 無論如何 總之 我們如果看人類實體意識的流年 就一定要看7月26號 我們今年2020 我們就看了 那又是南風暴 對呀 最厲害的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 你講過我的主圖騰是 紅地球 那就是跟共識性有關的 我Human Design裡面 有一顆在中間 零形黃色 我自己是黃色 有些朋友是白色 又是有46 而Human Design 和Jean Keys的講法 有46的人 亦都相對容易引發共識性 那搞到 搞到很搞笑 前幾天 我就跟兒子在講 他在網上看故事書 一些影片的故事書 我很好笑地 就是講 看一個醬汁的故事 那些共識性很搞笑 你們可能說 講什麼醬汁 Steven 看到尾 他就說 原來醬汁這件事 在印加的文明 在瑪雅的文明 就已經開始有這件事了 然後我突然間 我兒子跟我說 爹爹 什麼叫瑪雅 他是瑪雅的朋友 他兒子在搞爛 然後就令到 既然你問什麼叫瑪雅 我就開了 剛才你給觀眾 這條連結 就輸入了 因為他12年出生 月份這些不說 是我兒子的私隱 然後我就發現 他的主途騰 12年又是南風暴 旁邊又是紅月球 喂 有沒有這麼多靠燈 香港九七就是這樣 2012就是這樣 我兒子 今年2020也是這樣 其實是否有些巧妙 或者數學運算 也有些巧妙 我用PowerPoint 來展示今年的流年 讓大家容易看 好 先展示PowerPoint 因為很多外國老師都說 今年是很重要的 那怎樣重要呢 首先我們要看 主途騰說的就是這個 南風暴 就像蒼蠅柏一樣 有隻眼 其實這個途騰是難以為 比較難以為 但它叫南風暴 中文名就是易以為 風暴 風暴當然會帶來混亂 改變 改革 但是我們需要注意 就是流年來說 每四年都會再次一次的 南風暴 四年一次 四年一次 但是整個流年的體系 最重要的 一定是要看波符 哦 這十三粒